我講的這部分之後 送來要說背心團 就是為什麼要來削背心團 剛開始我是受到我的學長 鄭文隆律師的感動 因為那時候他跟我說 你有時刻過台灣的生活制度 我們作律師其實沒有特別的時刻說台灣生活制度 到底有無本人嗎 但是我們就去看這些相關資料之後 後來發現說為什麼我們不論國賣英雄也好 國賣英法也好 一樓跟那裡都輸到那裡 它就是因為我們台灣的司法有一個根本的問題 是說這些法官可能沒有用法律的思考 怎麼可以說一個民主法庭的國家 法官沒有用法律的思考 這個事情很容易 剛才張靜律師有說到 他說台灣的司法有幾個大問題 包括政敵的打手的問題 包括落後 他說弘王法官 其實是落後法治的一個法官的一個問題 以及說也還有貪污的這個問題 我記得幾個簡單的例 來給各位做報告 政敵的這個 政敵打手的問題 我們最近太陽花學運 特別我們現場張彥翔律師 我們也共同在幫這裡的學生 在打相關的國師 323的血清鎮壓 我們大家看 不管看網路還是看新聞都看到 警察軍那三卡 為學生 為教師 為醫生 頭髮都說下去 說下去 血流如主 全民專會 這是什麼 一般的民主法庭國家 你打人 這麼民主說這樣 這樣說 這個部分一定有上海 反對一定有上海 你現在打頭髮 你現在打頭髮 你現在台灣過去最後發言的境界 你打人頭髮 其實你已經有預見說這些人 可能會 因為頭部受重傷 可能會死 所以是殺人未遂的官僚 所以在台灣過去 報告也這樣說 但是我們 扮演扮到現在 所有的司法黨員 都在對殺這些殺生小孩 跟他們說做彼谷的力 你對說 不管江宜法下民靈 王卓軍下民靈 或是這些警察 我們也都提出相關的 告訴還是主訴 到現在為止 事例都沒有抓到 上禮拜我們才規定 將一話涉及殺人未遂的罪 開燈後 結果 被告 全部都不用道庭 欸 刑事被告不用道庭 我們的司法到底是怎樣 明明禁錮這樣的民家 我相信在座過於 我們台灣的生子 在網路上看那個時候 已經很辛苦 學生人怎麼坐在那裡 他都沒做什麼 手無寸鐵 你警察君子 從頭髮打到 政府要這樣抖 這個部分跟現在為止 我們的司法 沒有追究任何人的責任 司法只做一件事 你學生怎麼可以跑去行政院呢 全部法戰的這些學生 學生跑去立法院 法辦學生 警察打人 行政醫院打人 插民燃的人 都不用下去做處理 這是我們台灣的 面對很大的 是一個政治上的問題 那貪污的問題 很嚴重 他最簡單的例 大家記得 國民黨的立委 何智輝 經理委何智輝 他本來貪污打人 打到賣了之後 那怎麼會胡來的 沒做 沒做 沒做之後就下去查 還有法官集體所會 全部收到錢 何智輝現在可以走出去 不用負任何法律責任 貪污法官在台灣的問題嚴重 沒怪我們跟古早人都在說 有錢打死嘛 沒錢打死 這就是這個官僚 讓台灣的民主法 從無法進步 再來落後的法 落後的施法 很多人在說 我們台灣的司法制度 法官人 帝國也是這樣 有官僚法官 我們就能來破 這是不同的比較基礎 想要怎麼搞 帝國人做過轉型正義 人的法官 過去只要幫圍狂 幫獨裁者 做法官的這些法官 全部在轉型正義過程裡面 予以免子 我們台灣民主法到現在 過去做為看打手的這些法官 現在都新冠 在肯定發音 在追肯發音 全部這些法官 都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 台灣的司法沒有經過 轉型正義 所以為什麼今天 我們要推電這個背心團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台灣的司法 他目前在裡面 沒有辦法讓人民信領 他有很多落後的時刻 其實最簡單的例子 應該是20年前 美國有一個案件 叫五國旗案 這個五國旗案的 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他就說 這是言論自由 你本來就可以表達 你對這個國家 對這個政府 萬一萬萬一 所以無理國旗 這個部分 如果你說限制 法律規 不可以無理國旗 這是違憲 20年前美國已經有打過 跟你說 你不可以 反正人民說 不可以無理國旗 還有我們去年 台灣的大法官 各人都有 這個新聞 他跟你說 汙辱國旗 中華民國裡面 有一個刑法的規定 叫做 你汙辱中華民國國旗 要判刑 這個打過 這個打過 就是我們的民主選擇 就挑戰 就跟他說 這個中華民國的國旗 我沒有認同 這個打過 這個選擇 叫做王憲齊 王憲齊先生 他打過之後 他打過 打過 打過 那時候我跟他 輔助 我說 這個案件 二十幾年前 美國已經選擇 違憲了 我們台灣還有這條法律 沒關係 他有自己打過 打到最高法 他在 幾年為止 大法官跟你說 不受理決議 這個事情我沒辦法 所以繼續 同樣用這個 王憲齊去看 所以我們台灣 落後美國 20年以上的一個司法制度 我們今天 要來殺背心團 就是為了 我們讓我們台灣的司法 可以進最好 我們台灣民主法 從法定到現在 最嚴重的事情 那就是 那時候 跟我說 還有一個重點 我們過去 不管是總統 現在行政權總統 人民在選 立法院 我們人民已經全民改選 全部台灣人的代表 只有司法系統 我們人民的意見 沒有到裡面去 到現在都是 官僚法官在壟斷 所以台灣必須要 讓我們的民主 可以進一步法定 就是要讓人民的意見 你去做 事實審的認定 你去裡面 在司法裡面 法定我們一定會列寥 法官不一定更厲害 法官有可能有 他有可能有 他有可能有 政敵的時刻 有可能他的法制 很落後 沒有跟我們 所以我們一定要來 撒台灣的這個 背心圖的制度 所以今天 非常感謝我們 各位的 升級的支持 再一次感謝各位 也願望 可以跟我們 美國的這些鄉親 是大 共同為台灣的民主 法定來打招 感謝大家